现在我们讲一下等离子二合一 我们这个代蒸的我们是有标配三个 标配三个代蒸的 然后这个是等离子我们会配三个烫头 然后一个的话是150分钟 做完了就要再买烫头 然后我们现在安装一下手柄 这个是代蒸的我们就是安装这边 然后我们是有对准这个孔的 上面是有一个下面是有两个这个孔位 所以要对准 卡的一身就说明它已经装好了 这个是代蒸手柄我们先做一下代蒸 然后这个是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这手柄我们会配三个代蒸的烫头给你 一般的话是一次性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当机模式 然后这个是一个脉冲模式 这个是一个持续模式 这个是一个能量调节 然后我们现在先试一下它的能量 也可以按连续连续输出 你看你按一下它 它就会联系输出 你就是你一直按着 按着这个按键 它会一直持续的输出 如果你选择一个当机模式的话 那你就按一下它就一发 然后我们现在返回 做等离子的 这个也是一样能量调节 然后我们会配三个头 然后我们这个是有时间的 就是150分钟做完就要换个头 这是能量调节 这个也是一个当机模式 还有一个脉冲 还有一个持续的 如果说你要做当机模式的话 这盖子可以盖上 如果说你要选择脉冲模式的话 那我们这盖子可以把它拆掉 然后直接这样子操作 按这个按开始 它这个是能量输出了 如果你脸 按持续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脸上操作一下 在脸上操作的话 我们能量可以调低 现在这个是当机模式的 当机模式的话能量 可以调到3或者2就可以了 根据客户能量调节 然后这样子 一定要刚着皮肤操作 不能有水分还有脸上有任何东西 那你按一下 它就打一发 按一下它就打一发 然后如果说脸比较 就是地方痘痘比较多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脉冲会的持续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盖子拿掉 把能量可以调高一点 可以吗 不用太贴紧皮肤啊 然后这样子慢慢移来操作 那有痘痘啊 这个地方 让它消炎 做完之后呢 我们的皮肤会比较干燥的 所以说一定要多补水 多补水一个星期 可以连续每天都敷面膜 这个就是一个等离子的一个操作方法 150分钟 它这个做完之后 它多少发都会显示出来的 然后我们按暂停 反备就好了